雖然 他有一天跟我說 Domin啊你那麼崇拜我 我是是啊我都在分析 分析 他說的做的事情包含錄廣播 包含書書這個部分 那你要音樂繼續放 你要耍感情一點 這就是練習 我認識憲哥是因為讀書會 我辦了一讀跟那個 Sherry一樣都有自己的讀書會 那邀請到憲哥 來兩次 這兩次的過程當中我本來覺得 第一次見到憲哥我不覺得他是個咖 可是我發現啊在他身上 就覺得越厲害越名氣越大的 他的腰好軟 他提早到他自己翻書 自己打點什麼什麼這些東西 我一直在觀察 從這個過程當中他一步一步的 讓我覺得這個人是值得 再發時間在他身上 當然 他問過我說 Domin 那你有沒有聽過我負面的 聽懂喔 我說當然有啊 負面還不少 他就說那你幹嘛啊 我說老師啊 憲哥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自己出來的時候 人家講負面的 就算正面的 我們都會聽 可是我總會覺得 我自己會去觀察這個人 到底有沒有我身上可以學習的 那去年 他就講了一千多萬 那坦白說 我欣賞他的地方在哪裡 他在舞台上是有生命力的 我之前接觸的是演講 那我為了要更認識這個人的深度 那我知道他沒有公開班 跟福可一樣也都沒有公開班 好不容易我收到一個訊息 他在上面就看了這個合作 有兩面的課程 好七千多塊吧 七千九 我比他過遠 但是我可以復訓啊 對啊 不一樣嘛 我可以復訓啊 對啊 你看你上完十次 是不是就這樣子賺回來了 一堂課才兩千塊不到一千塊 好現在反過來 那時候我就打電話給他說 憲哥我要報你的課 憲哥說 東銘啊你不要來了啦 你真的那麼厲害 你不要來了啦 你覺得是真話還是課道話 課道話 我說我已經報了 而且我找了幾個我的學生 一起去上課 可是當然沒有你們啦 我看到你的時候 我會一般 上課 那我去上的原因是什麼 大家想想看 想看我為什麼要去上 憲哥很少拍的 對公開單 因為我想他是怎麼樣去詮釋 這兩天的課程 自己是講師 自己是會感受嗎 再來 我要去思考一下 我怎麼樣去認識一個 我不熟的憲哥 再來 我如果透過他的專業來調整我 又是另外一個層次喔 他也講嘛 他說王東銘 你敢來 你要給自己很大的分拍手 因為很多講師是真的不會去上別人課 憲哥也講了他自己不上別人課 可是我崇拜他 我就要把自己送上去啊 可是如果我沒有做這個階段 我一直講說我崇拜憲哥 怎麼樣才講 你講一大堆 那你覺得 我不是就一般人了嗎 有多少人說要崇拜憲哥什麼什麼 那我去做了 七千九 對我來說 值不值得投資 投資 那我會認識這些同學喔 不錯吧 認識這些同學 然後也是我的學生 那我一直在鼓勵是說 每個人他有他的強項跟專業 大家互相交流 那我坦白說 我有很多的東西 你們就盡量問 我就盡量給你們 告訴你們這怎麼做 怎麼做 因為真的 理論跟實務兼具的老師 真的不多 而且還有偶像型的外表 願意分享更不多 這樣了解囉 教學是有熱情的啦 那今天 我記得今天還是昨天 有一個人 有分享到三個傻瓜 誰 那部電影我哭到爆 也開心到爆 我期許我自己 要成為那樣子的老師 有沒有